七六凯到集会 柯文哲跟侯友宜走上街头 大谈居住正义 隔了一天 民进党中央举行了记者会 就以揭穿柯侯甲面具为题 带您来听 因为完全不提供室友地 统计到2021年 中央提供台北市 十一处的社会住宅土地 补助了四十五亿元 中央也补助了新北市 高达三十亿元的经费 来推动社会住宅 柯市长在第二任的任期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台北市的整个社宅的规划 就停滞了下来 第二任任内 柯市长只规划了两千多户的社会住宅 并且当时他说出社宅政策 第一个他坦称 八年五万户 确实柯文哲任内是跳票了 但是他也要求议会要来体谅 新北市府的部分 他们则是炮轰侯友仪市 新北市是六都当中 唯一没有囤房税率的部分 而且也认为这样子 是不是成为了囤房天堂 而在柯文哲的部分 则是认为他的社宅达成率低 也没有办法跟中央做一个很好的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